節目到現在進行20分鐘了 沒有人講到重點 為什麼國民黨要學習地下化呢 民進黨 民進黨政府已經執政了 我們要講 其實解嚴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 地下電台會有這樣的文化 是因為當初有白色恐怖吧 你懂嗎 現在已經這麼長時間讓你執政 而且又解嚴 你幹嘛還要搞地下電台 各位 因為地下電台 所有地下化的東西都不用負責任 而且都可以更誇張 所以我們現在講 鐵路要地下化 但是我們生活 社會要地上化 所以你們地下電台 不配到我們這種 衛星電視台來做節目 你懂嗎 我比方講 民進黨為什麼這麼愛 所謂的地下的這種文化呢 比方講 地下色情 陳阿扁 人家工廠好好的 合法有執照 你不給人家發 就現在趕他 好 現在他有消失了嗎 沒有 他可能變地下的 色情你並沒有靜止掉 結果變成了地下色情 好好的酒家酒店 你不給人家發執照 現在呢 演變成地下酒家 結果呢 你現在正牌的還賺不到錢 因為規規矩矩 地下的玩得很瘋啊 你懂嗎 所以現在變真心人在賺錢 你懂嗎 你還收不到稅 好好的 銀行你借不到錢 你現在升利息 結果呢 人家要借錢 跑到地下錢莊去借錢了 結果隱申出一堆的問題 好好的 人家這個賭場 Casino要設在台灣 澎湖 你不給人家 現在呢 地下賭盤 開得比這個正常的 比美國賭盤開得還兇 你看 你跟王建民 不跟楊基隊打個球 人家開 紅話要讓一分 結果台灣還要開 這個地下賭盤 開楊建民 楊基 王建民 也沒錯 楊基的建民叫楊建民 你懂嗎 楊基的王建民 簡稱楊建民啊 所以地下賭盤開的 賺的都比合法的還要多 還有呢 捷運也是地下捷運 地下捷運沒錯啊 但問題是人家捷運在地下 捷運站在地下 但隔壁鄰居要在地上 你挖個捷運 把人家鄰居挖到地下了 你懂嗎 在台北以前發生過 在高雄也有 這只有台灣才發現的 好好的老婆不疼惜 你要發展地下戀情 有沒有 你們政府一堆立法委員 以前有沒有 帶上賓館那個有沒有 還說開會的 還有幹什麼一堆什麼 帶馬子在車上被拍到 喜歡跳交際舞那個有沒有 大寶 二寶 三寶 幹什麼東西 對啊 剛剛那是王世堅開始 對啊 剛剛前面講的是王世堅 這都你們講的 所以現在呢 台灣的社會變成地下社會了 但這樣搞下去 大家沒有臉在地上生活 我們都是變成下下人的 謝謝